Hello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今天呢是给大家带来一个蒙奇奇monster handpooper 它是一个蒙奇奇我们的一个可爱的卡通娃娃 它是我们这期呢是一个手偶娃娃 也就是我们可以把手呢放进去 然后让它扮演我们想要扮演的一个角色 然后我们的蒙奇奇呢 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这么一个娃娃 它有很多年的历史 从1974年呢就已经生产出来了我们的第一个蒙奇奇娃娃 然后我们的蒙奇奇娃娃呢 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呢是一个棕色的一个手偶娃娃 娃娃非常的软 然后蒙奇奇娃娃特殊之处呢就在于 它这张脸是一个这样像苹果和梨子相结合的一个粉红色的脸 然后它的毛绒呢是非常的软非常的舒服 适合于我们三岁以上的小朋友 尤其是适合于我们小朋友呢是喜欢这种软软的一个娃娃 可以在后面呢就可以看到我们蒙奇奇娃娃 它这个生产的一个历史是从1974年一直到现在 也是一直在生传当中 嗯不适合于我们比较年龄比较小的一个小朋友 然后我们这一期的这个蒙奇奇娃娃呢 它比较特殊的地方就在于 它嘴巴手里呢是拿这么一个奶嘴儿 然后奶瓶 可以把它自己呢就是插到自己的奶瓶里面 然后也比较的可爱 我们现在呢是要把它拿出来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这个娃娃 我自己呢是非常喜欢这种蒙奇奇娃娃 觉得它非常的软 然后在手里呢也拿得非常的舒适 呃大小呢也不会太大 也不会太小 特别适合于我们小朋友玩 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整个浑身呢 都是长满了这种棕色的这个小毛毛 然后非常的软 在后面呢我们可以把手呢伸进去 然后就会变成了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手偶 等会呢可以给它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这样怎么玩这个可爱的手偶 可以让它动动脑袋动动小手 也是特别的有趣 呃因为我们这个蒙奇奇呢 它是一只非常小的一个小猴子 所以呢它呃 还有它自己的小尾巴 然后这个也非常的可爱 可以看到这个小手特别的小 然后这边呢你可以把它这个手指呢 是不能插进我们的嘴巴里的 只能是扎那个我们这个小奶瓶 可以让它自己再扎进去 然后两个特别大的小耳朵 然后这个脸上呢 还有它特有的这种苹果红 然后它的嘴巴 它的耳朵 它的小手 都是它独特的这个颜色 非常可爱 好我们来仔细看一下它的这个脸 它是一个典型的可爱的蒙奇奇的一个脸 然后两个 呃非常可爱的一个脸蛋 然后在脸蛋上的脸颊处呢 还有比较多的一个小雀斑 让我们蒙奇奇呢是更加的可爱 除此之外呢 在我们的蒙奇奇脖子上 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围兜兜 然后我觉得这个蒙奇奇呢 是玩起来是特别的可爱 也特别适合于我们的小朋友 哦 大家好 我这蒙奇奇 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我呢 呃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视频呢 不要忘了可以给我们个弹幕主向上的赞 或者是在屏幕的下方呢 可以留下你的留言 告诉我们你们想看到一个怎样的一个视频 你们喜欢哪一方面的玩具 呃 如果你喜欢我们这些视频的话呢 也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在我们的频道当中呢 也有非常多的一些相关的有意思的一个视频 那就希望大家能够玩得愉快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